十大可能最困扰的死亡的病因当中 十项里面至少有三项以上跟血液都有相关 比方说像是心脏疾病的脑血管 还有高血压等等 那是不是一开始 愿是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能提示现在的人应该怎么样 对这方面做保养呢 或预防呢 经常运动 要经常运动 经常运动 减低压力精神 工作上家庭上的压力 注重健康的食物 不要随便吃 已经有process过的肉 或许其他的食物 还有睡眠 保持很好的睡眠 这大概是其中四大项 如果这四大项 都能够保持一个经常的习惯的话 对于免疫 对于心血管 甚至对于长寿 都有很大的影响 都很好 我们知道五院士 他也出了一个书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拜读 因为台湾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就是免疫的问题 那么这个免疫的威力 尤其在我们过去 COVID-19的几年期间 大家已经意识到了 最大的细胞风暴 都来自于免疫问题 比较多了 院士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人类在 历经了COVID-19的侵袭之后 我们对这个免疫 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跟预防呢 COVID-19是真的一个很好的教训 那对于感染 很多感染疾病 包含COVID 人体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配套 刚刚有B细胞 有T细胞 还有一些天然的淋巴球 它有几个功能 一个是能够 侦查到一个外来的感染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 把这个感染的细菌也好 病毒也好 很有机制的把它杀掉 但是在这个杀的过程中 也会引起发炎 那这些发炎 一般人正常的健康的人 发炎他有一定的程序 发炎以后 发炎会被抑制掉 但是如果这些发炎 没有被抑制掉 变成一个慢性发炎疾病 也是一个麻烦 所以免疫是一个很微妙的 有一个平衡 就是说能够攻击外来的物 但是也有一个调制的功能 把那个发炎把它控制掉 那这些都涵盖很多细胞 很多化学物在里面 好 嗯 嗯 嗯